印度三角包 一块又一块三角面团放入油锅 这是印度道地街边小吃咖喱三角包 糯米饭配那个牛肉 另一边还有糯米饭加上新鲜牛肉和手做辣椒 缅甸百姨道地点心吸引大批民众来购买 不过大家可不只是为了美食 尾巴冲突升温 尤其在加萨地区现在有百万的难民都是流离失所 也因此现在在台北的清真寺 特别的举办了慈善的市集 可以看到现场非常多人 大家都希望可以来帮助他们 摊贩自行决定在市集拿到的收入 要捐赠多少给难民 但多数摊贩会全额捐赠 这次来摆摊的大多是伊斯兰教徒 包含印尼缅甸土耳其 或是台湾本地等各种族群都有 也坦言这次冲突让他们看了很难过 我们帮忙那个法拉斯蒂 本地的就是帮忙 那个是买 以前帮忙钱给他 就是他们军事会全 给那法拉斯蒂的帮忙 因为他们那个比较辛苦的 我们捐款没有钱 所以我们来一卖一卖的钱 不止穆斯林族群齐聚 想帮助加萨难民 很多民众也一早就来支持 大家都一起支持这样 就想说买回去 就分享给大家 想说就是赶快买一卖完 帮我们买一碗这样 来这边支持一下 我觉得这跟宗教有关 而是一个国家领土上面的 纠缝的问题 无关宗教和立场 有民众认为只想帮助加萨难民 台北清真寺也说 其实每年秋季都会举办清真美食展 今年碰上尾巴冲突 就把市集变成慈善活动 希望唤起大家对人道救援重视 目前台北清真寺还正在交涉 要决定说把这些的收入 全部要捐赠给哪一个人道组织 也许对于加萨百万难民来说 市集的捐款只是微薄之力 但对于摊贩和民众而言 能帮一点是一点 只希望冲突尽快落幕 地编新闻 收看张慧仙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